天蝎座 天蝎座在五月份 你的工作表现十分良好 你能够表现得很有信心 而且发挥你的才华创意 而且面面俱到 真的是十分的受人瞩目与敬佩与赏识哦 在交友上 你有不错的运气 而且这些朋友很有才能 非常的聪明 在你需要的时候也能提供帮助 真的是让人羡慕 有一些朋友 可能你相处起来感觉有些压力 但是若他提出了忠告 你要能够接受 这样子是会更好的 忠言逆耳 但是还是要接纳他 这样子你们的友谊也会长久哦 爱情上你的表现也是十分得宜 无可挑剔 不过不知为何你有时候 就会显得有些自我跟疏离 这个是要留意的地方 如果你有对象 你们彼此都会有自我的时刻 建议还是要多多沟通 对两人关系都是比较好的 你在人际关系 还有家庭关系上 这个月可能会有一点不安全感 或者是有压力 所以你要有耐心一点 态度上也要温和一些 不要太严厉 这样才会好好的沟通 对彼此都很好 当然会有需要你付出的地方 建议你量力而为就可以了 这样自己才不会过度付出 而感到灰心哦 整体上这个月 你有很多展现自我才华创意的机会 也有很多与别人合作交流的频率 建议你 你可以收起自我的那一面 多多参考他人的意见 因此你会得到很好的启发 对你是十分有帮助的 加油咯 走 好 voltar 葱 趋 走 爸爸 我 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